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本次分享 然后先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我叫张成宇来自蚂蚁集团 然后同时也是Hubber Shell的Maintainer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topic 是关于Hubber和YSAM的一个集成 主要是分享通过YSAM来扩展Hubber一个能力 扩展Hubber能力的一些 我们在这个当中的一些探索和经验 那么今天的议题的话主要会分成这么几个部分 首先我会简单的去介绍一下Hubber这个项目 也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大家去了解 为什么我们要和YSAM集成 以及我们怎么和YSAM集成 以及集成之后能够为我们带来那些好处 然后同时第二部分的话 我也会介绍一下YSAM的一些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吧 因为可能有些人没有听说过 那么第三部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和YSAM集成 我们目前的这个解决方案有哪些问题 那么第四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case的一个分享 就是Hubber和YSAM集成的一个方式 以及它是如何work的 它的一个workflow是什么样的 然后最后我会简单的去总结一下 我们在和YSAM集成之后达到了哪些效果 以及我们如果说这个东西未来要去做的更完善的话 还需要做哪些方面的一些努力 那么首先先介绍一下Hubber这个项目 那Hubber这个项目的话是一个CNCF的一个毕业项目 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功能 它的一个定位是一个OCI的制品仓库 那么什么是OCI的制品仓库呢 那大家可能对容器镜像 那这些对容器镜像很了解 那容器镜像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OCI制品 那么因为目前其实随着这个云原生的一个发展 其实容器镜像已经不仅 单纯的容器镜像已经不能满足于这个当前的一些需求了 所以有更越来越多的一些东西 也是可以变成一个OCI的制品 所以OCI定义了一个制品规范 那么也就意味着所有实现了这个OCI制品规范的东西 都可以放到Hubber上来管理和存储 那么除了存储之外呢 Hubber也提供了一些企业级的功能 那么我们看这一页 那么Hubber主要提供的一些核心功能的话 其实是围绕着企业用户的一些需求 从几个维度上去考虑的 那么第一个维度就是这个在全线控制这一块 那么Hubber提供了以这个Project为力度的隔离机制 那么同时还提供了对应的RBAC的一个功能 来使得不同的Project能够有自己的这种管理员 或者是指读人员或者是Maintainer 通过这些来分配这种更细利度的一个权限控制 那么在制品分发这一块呢 Hubber也提供了一些像replication 也就是镜像复制 像proxy cache 也就是Hubber可以作为一个代理项目 那么去从你的上游仓库去cache一些镜像到Hubber上 这样可以节省你对上游仓库 比如你的上游是一些公用员的话 你可能有一些带宽的限制或者是流量的计费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比如说你的cluster规模特别大 上千上万个节点 那么这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些P2P的一些解决方案 比如说当你使用Dragonfly的时候 那么Hubber同时也可以支持和Dragonfly去做一个集成 通过P2P pre-hit的预热的这样一个功能 去把你的镜像提前预热到你的这个集群里面去 这样从而使得你在业务方去部署的时候 能够更快的去拉取到这些镜像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在安全和合规方面 Hubber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比如说像这些漏洞镜像的一个扫描 镜像的签名 以及这个CVE的导出 以及这个安全中心 那通过这些功能的话 可以帮助Hubber的管理员 或者是用户去更好的查看 他当前的这些镜像 当前整个Hubber上是不是有那些CVE存在 同时当比如说某个CVE爆出来之后 能够通过安全中心的这种功能 去查询你的哪些镜像 正在里面用的那些package 是引入了这些CVE 那么在第四个部分 就是在这个policy以及可维护性方面呢 Hubber也提供了一些功能 像这个quota的限制 就是你可以去限制你不同的project 使用不同的quota 那同时还有像不可编的tag retention GC low retention等等 等等这些基于policy 驱动的功能来帮你去自动的去运为这个Hubber 而因为如果说我们一直长时间不清理的话 你的存储会无限的往上去扩张 但是通过这种policy的方式的话 就可以让你的Hubber始终保持一种比较健康的状态 那最后就是这个 因为作为一个云原生的项目 其实我们势必是需要和其他的一些项目去做这种交互 做这种集成的 所以Hubber在可困扰性方面也做了一些这种定义 就是我们可以去通过这种webhook啊 或者是plugable的scanner 去集成不同的服务到Hubber里来 从而让你的Hubber 能够和这些外界的这些其他系统做更好的一个交互 好 那么这个是一个Hubber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架构图吧 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吧 那从上到下的话 其实分别是客户端 也就是最上面是客户端 那客户端的话就包括像Docker Client 或者Auras或者Cooplet等等 那么在中间层的话 其实就是Hubber的一个服务层 那么服务层的话 最核心的一个组件就是Hubber Core 那这个里面其实就是类似于K8S的API Server 那这个Hubber Core的话 其实就承担了所有的API请求的一个 包括认证的处理 包括各种各样controller的一个处理 那么最底层的话就是这个数据层 也就是比如说像Cache这一块 我们Hubber使用了Redis作为Cache 然后数据库使用了PG作为数据库 然后像这个镜像的那些Storage的存储 可以配置为S3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云存储 那么左侧部分呢 是Hubber也同时提供了这种OIDC的支持 你可以和你的企业的企业所使用的这种任人系统去做集成 那么再往下的就是这个分布式的追踪的话 也可以通过Jager这种方式来对Hubber进行一个tracing 同时Hubber也暴露了一些metrics 你可以用普罗米修斯去抓取它的指标 从来来配置一些监控以及告警 那么右侧部分呢 其实是一些也是一个可扩展性的一个体现嘛 就是在扫描方面Hubber提供了 可以支持各种不同的扫描器 你只要实现了这个扫描器的规范 那同时Hubber也支持和第三方的这种Registry 去做这种镜像的双向复制 OK那么我们再简单看一下 刚刚说了本次的topic是Hubber和YSM的一个集成 那么我们简单认识一下YSM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YSM全称是叫WebAssembly 那从这个名字上大家其实就能感受到 它是一个和最初它是一个和Web相关的东西 那简单的来说呢 它就是一个可以说它最终它的一个形态 其实是一个中间态 是一个字节码的一个形态 那它所能做的就是说 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语言 比如说C、C++、Rust、GoLang等等 去将它编译成这个YSM的Program 那么编译成YSM的Program之后呢 就可以到浏览器里去运行 那这个运行的话可能是通过你的JS 因为我们知道浏览器里这个JS是用来非常重度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语言 那么可以通过JS去调用你YSM程序里提供的那些 比如说包装好的function 这样的话因为这样是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YSM这种东西它最终它的一个形态 其实是一个字节码的一个形态 它的执行速度会是比较接近一个原生平台的一个速率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将这些比如说一些复杂的一些函数啊 或者是比较耗时的一些东西 通过YSM来实现之后让JS来调用 那这样的话可以达到更快的一个效率 OK那么我们简单就看一下YSM的它的一个好处吧 就是其实从几个方面来看嘛 第一个方面是性能 就是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说因为它本身它是会被编译成一种字节码的一形式 所以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快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小 就体积也会比较小 所以也目前的话其实也会广泛的应用到像一些Edge的场景上去 那么第二部分就是在可一直性方面它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目前的话其实只要你有一个YSM的Runtime 其实我是并不care你底层是一个什么架构什么平台的 因为我的YSM程序都是运行在我的Runtime里面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它语言就是它对多语言的这种兼容性是比较好的 你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去开发 那么在安全性方面呢 其实它因为它是在一个类似VM或者说Sandbox里面去执行的 所以说它相比于你直接去在你的系统上去运行 它会更加安全因为它是在一个沙箱里面嘛 这样的话就可能去减少一些安全方面的威胁 那么最后就是在这个互操作性刚刚提到 其实它是和JS是可以去做这种很好的一个交互的 那目前的话其实也不光JS 它也可以去和其他的一些东西去做这种交互 那么在我们目前这种就是技术战一般都是非常就是混合的这种模式下 其实它也能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集成 OK那么刚刚我们看到VSUM有那么多的好处 如果是只在浏览器里去运行它那就太可惜了 所以现在就有另外一个叫WASI 叫WebAssembly System Interface 那么这个是一个标准的API 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其实就是让VSUM能够不仅仅局限于在浏览器里去运行 而是说它会它可以去执行一些系统级别的一些任务 比如说像文件的IO或者是网络的这些处理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可以下面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去开发你的VSUM程序 开发完了之后用这些语言本身 因为有些语言它本身是就能够将你的代码去编译成一个VSUM的格式 或者如果是有些语言它没有它可能有自己专属的这种VSUM的编译器 去把它编译成对应的VSUM程序 那么最终这些VSUM程序会在一个VSUM的一个VM里去执行 那这样的话就是它对底层的这些 不管你是X86还是ARM来说 其实你是不用感知的 因为VSUM的这个Veture Machine会帮你处理这一些 OK那刚刚介绍完了Harvard和VSUM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就是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会想让这两个东西去做继承 那么我们就是基于一个当前的一个现状 当前什么现状呢 因为Harvard虽然已经提供了刚我们第二页还是第三页 PPT看到了 Harvard虽然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可扩展的功能 但是呢目前就是也有一些就是限制 或者说也遇到一些挑战 第一个就是侵入性 因为目前Harvard虽然扩展了各种各样的能力吧 但是很多能力的一个扩展的方式是说 Harvard定义了一个Common的Interface 然后对于Driver来说 它是需要去实现这些Interface的 那实现这些Interface 你就需要去将这个代码合入到Harvard的代码里面来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是有一个侵入性的 并且你也需要对Harvard代码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 才能更好地帮助你去实现那个Interface 那么从而就引入了第二个就是复杂度 因为你是需要去对Harvard的整个代码的一个框架结构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可能不需要很精通的了解 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另外一个就是你同时还需要去对Harvard的整个编译流程 包括因为你实现完了你可能要测嘛 但是所以你就需要去也要去了解它的一个 怎么把它编译然后安装部署 这些最后再去测试你的这个functionality 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这种学习成本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后续的一个维护成本 就是一旦这些driver里面出了一些bug 其实对于Harvard来说是需要发一个新的版本 去维护就是去修复这些问题 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的这些driver很多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频繁地去发这种小版本来修一些问题 那么最后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driver或者说不同的这些adapter 它虽然能够说去做一些这种和Harvard扩展一些功能 但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可控的 就是说比如说就以webhook为例 虽然说Harvard上可以去配置一些webhook来 来让用户去push镜像的时候 你的webhookserver能去收到一些消息 但是也就仅限于能收到消息 你是不可以对这些push的一个行为去take一些action的 就是你只能是被动地接收 我现在某个用户push了某个镜像 或者push了某个镜像 但是你并不能去阻拦或者是允许 或者是审计它push了镜像 对 其实这三块主要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这个想法的其实来源于这个eBPF 那eBPF相信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 就是它是一个最早它应该是BPF BPF最早是Linux内核里面 一个用于做这种网络数据包处理过滤的一个东西 但是后来又扩展了叫extended ppf 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Linux kernel里面提供了一个这个kernel的runtime 这样的话用户就可以去将它的这个BPF程序 去挂载到Linux kernel的一些hook点上 那么这样的话有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说 因为kernel的代码肯定不是说随便什么你就能合进去嘛 那么通过这个方式就可以做到不侵入kernel代码的同时 又能去把一些用户态的这种program挂载到对应的这种事件处理里面去 那么目前这种eBPF其实在网络安全以及可观测性方面都是有很多项目的 像Celium Falco等等都都都都其实都在都使用了eBPF这种技术吧 去扩展这个 去扩展在在networking security以及可观测性方面的一些能力 那么大家那么哈勃的这个思想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YSAM程序当成是一个eBPF的程序 然后把这个哈勃自己当成是一个Linux kernel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最上面 不好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哈勃加YSAM的一个集成的一个主要方式的话 就是由用户来提供它的一个YSAM程序 然后通过YSAM to OCI的这样的一个client 将用户的YSAM程序去打包成一个OCI的制品 然后把它push回哈勃 那么push回哈勃之后呢 哈勃提供了一些预制的这种hook点 比如说对于哈勃来说最经典的场景就是push镜像嘛 那么我们提供了一些像beforepull或者beforepush 或者afterpull这些hook点 来支持用户的YSAM程序 劫持这些hook点 在这些hook点上它可以去take一些action 那么在这些hook点上去load用户的这个YSAM程序 然后这些用户的这些YSAM程序 会在一个YSAM的一个run time里面去执行 然后最终会将执行结果返回给哈勃 从而哈勃在决定你的这些事件我是放行还是不放行 ok然后我们看一个简单的YSAM的一个例子 就是左边这个图第一张图是一个Rust写的一个YSAM的 hello world的一个program 然后下面是一个构写的 然后这两种语言的话其实你并不需要去安装额外的编译器 去把它们编译成YSAM程序 你只要使用它们原生语言本身的这个编译器 通过一些环境变量或者是一些参数的配置 就可以很平滑的将你的程序编译成这种YSAM的格式 然后我们从右边这张图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是一个Rust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用Rust-C去将这个main.is编译成了一个hello.ysam 然后我们通过YSAM time YSAM time是一个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PPT里介绍它就是一个YSAM的一个VM虚拟机 它可以去执行YSAM程序 然后去调用你的YSAM 然后这个YSAM就可以去被执行 然后我们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Hubber和YSAM的一个集成的一个大致的效果吧 就是说首先我们刚刚PPT看到了 我们将YSAM的程序打包成OCI的制品 然后push到Hubber上 然后push到Hubber上之后呢 我们在制品的这个column里面 多了一列叫Rund-Time Hook 然后在点击这个Rund-Time Hook之后呢 会有一个这个选择的框 然后里面目前主要有三大类 就第一个是你是不是要enable这个Rund-Time Hook 就是我push一个VM上来之后 默认我是不walk的 你需要手动的去打开它 然后打开它之后呢 有一个Rund-Time Hook Mode 这个Hook Mode什么含义呢 就是说你的YSAM程序执行之后 是不是会影响我的一个push的一个动作 如果是block mode的话 那比如说你的YSAM将我的push动作拦截掉 拦截掉之后呢 就如果是block mode的话 我的这个push动作就会被拦截掉 就用户它去push的时候 如果经过了你的YSAM程序 你不让它push 那这个时候harbor就会把这个请求给拦截掉 它就不能push 那如果是pass-through这种模式呢 就是说你只想让它运行一下这个YSAM程序 而不想让它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影响 那你就选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说它会将YSAM程序运行 运行之后 但是它不会对你的结果产生影响 OK 那么第三部分就是这个hook点 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的YSAM程序 会劫持到哪些hook点上 比如说我只care before put 或者我只care push的 那你就选择你对应的一个hook点 这个是一个支持多选的一个选项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一个大致的一个workflow吧 就首先admin用户 就这个权限我觉得是 因为它是涉及到对于系统去做一些这种 这种就是变更或者是劫持的这个操作 所以应该是只可以由admin去push这些YSAM的这些程序 然后通过YSAM to OCI这个工具 把它转成OCI制品 push到hub上 然后去enable这个hook的这个功能 然后当d 然后看下面这部分 就是当用户去push镜像的时候 这个请求会到hub core 然后hub core里面我们会 加一个YSAMhook的一个middlewell 然后这个middlewell就会拦截这个请求 拦截这个请求之后去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检查 当前系统里有哪些YSAM是enable了的 那对于这些enable的YSAM我就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之后我会去起一个这个YSAM的虚拟机 然后将这个用户的这个YSAM程序丢到这个Runtime的这个虚拟机里去运行 那么同时这个它是有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的 也就是说我们hub会提供一个YSAM runtime的一个request 就是提供一些信息给用户的YSAM程序 然后用户的YSAM程序去使用这个request 去做它自己的一些业务逻辑的判断 然后最后它会产出一个这个它的一个结果就是response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它的一个输入和输出的一个结果的一个model 那左边是这个request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那主要其实目前的话就是一些镜像相关的一些信息 像username啊repostory啊 它的reference 它的project name 它的digest 它tag 就是一些和镜像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么右边的话就是这个它的一个response的一个效果 就是一个model 那目前的话主要是三块吧 第一个是action 就action的话就是目前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允许或者是不允许 那第二个就是reason 就是你take这个action 你为什么要阻止它pull或push 你需要给就YSAM程序需要给出一个reason 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个runtime的error 就是因为你的YSAM程序可能在执行过程中 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可能它并不是 就是它本身它是 它属于一个运行时的一个错误 所以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个错误给它暴露出来 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帮助用户去做一些debug之类的一些功能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 YSAM的一个例子吧 这是用go long实现的一个YSAM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的主要的产生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我们从上网下看 我们这里去拦截beforepull这个hook点 所以我们只需要去实现这个beforepull这个函数 那我们看到这个函数的一个入餐 就是这个request 就是这个runtime的request 就是我们刚刚看上页PP看到的这个request的这个model 然后那再往下看就是它的一个业务逻辑 它的一个业务逻辑的话就是说 当用户名为alias并且它的reposit 也就是它的仓库仓库名为library alpha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就会将它的response的action设置为拒绝 然后将它的理由设置为这个alias是不允许pull这个镜像的 最后将这个response返回 那如果说不满足我的这个条件的话 那我的这个action我就会把它设置为allow 然后直接返回 那这个wisom程序起到了一个效果就是说 当用户名为alias的用户去pull这个ipod的这个镜像的时候 它的这个pull请求就会被拦截掉 OK然后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一个demo 那么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一个简单 那么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一个简单 感谢您的一个简单 感谢观看 然后我们看一个简单的demo 首先我们登录到Hubber上 然后登录之后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个 用于测试的一个镜像 Hello World的一个镜像 这个主要是用来演示Push的一个效果的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叫YSAM的一个Project 然后创建之后的话 我们来首先先登录这个 通过Door Client去login这个Hubber 然后这时候登录成功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个简单的 一个Hello World的一个示例 就是beforePool和afterPool 我们拦截了这两个hook点 并且在里面去打印出了对应的信息 一个是beforePool Hello Wessom 一个是afterPool Hello Wessom 然后我们把它编译成Wessom的一个Program 这时候编译好了 编译好了之后 我们通过Wessom to OCI这个Client 去将它bund成OCI的制品 并且Push到Hubber上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已经Push成功了 然后我们回到Hubber来查看一下 这个Wessom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Wessom 已经成功地Push到这个Hubber上了 OK 然后我们这时候来设置这个Round Time的hook 然后我们把它enable enable之后我们先把它的hook mode设置为passthrough 然后它的hook点设置为beforePool和afterPool OK 设置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再回到这个终端 来尝试去Pool一个镜像 然后因为我们的Wessom程序里面是 Print 打印了两个log 所以我们来将日志也打开 查看这个运行的一个效果 OK 然后我们尝试去Pool这个Hello World的这个镜像 好 这时候Pool成功了 我们回到右边来看这个日志 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打印出了这个beforePool和afterPool 证明我们的Wessom程序 其实已经被执行过了 OK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就是在这个例子里 afterPool没有什么变化 主要是这个beforePool 可以看到我们除了打印这个日志之外呢 我们还加了一个操作 就是当用户名为alias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action设置为拒绝 然后这个reason设置为这个alias 是不允许Pool这个镜像的 然后afterPool没有什么影响 然后我们还是同样的来 编译这个Wessom程序 OK 编译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还是要用那个 Wessom to OCI这个client 来将它push到Hubber上 我们push了一个V2版本的 一个Hello Wessom的一个程序 然后我们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有两个一个V1一个V2 V2就是我们刚刚第二个push的那个 首先我们先把V1的这个 给disable掉以免影响我们的一个效果 然后V2的这个我们 将它重新设置为这个run time的一个hook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去 尝试去pool这个镜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push的影响这个动作成功了 因为我现在刚刚登录的是admin这个用户 然后我们现在尝试用alias这个用户来登录 因为我们的Wessom的程序里的 定义的业务逻辑就是说 我只是不允许alias这个用户去pool 其他用户是可以pool的 因为我刚刚用的是admin的用户 所以是可以正常去pool的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创建一个alias的一个用户 好创建成功了 我们回到这个终端来login OK login之后我们再来尝试pool这个image 那我们期望的效果就是 它应该不能够再被pool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请求被拒绝了 然后我们回到日志里我们可以发现 这边输出了一条 alias not allowed to put this image的一个日志 那就证明我们的这个Wessom程序 起到了这个拦截的这么一个效果 OK 然后这个就是 demo的一个大致的一个demo吧 然后另外我们刚刚看到这个runtime的hookmode 我们因为设置的block 所以它不能被pool 然后我们刚刚把它修改成了pass-through 那修改成pass-through之后 那这个它就应该能被去正常的去被pool OK 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mode改成pass-through之后 那这个镜像就可以被正常的去拉去下来 OK 然后这个就是demo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吧 就是通过这种 哈勃加YSAM的一个集成 我们其实是有一些benefits 那么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复杂性方面 因为用了YSAM之后用户可以去 因为哈勃本身是购语言开发的 但是有了YSAM之后的话 用户可以用他任意自己熟悉的语言 去开发他的这个YSAM程序 而不仅仅局限于购语言 第二个好处就是说 他并不需要对哈勃的codebase去有了解 他只需要专注于去实现 他自己的业务逻辑 然后去将他的YSAM程序 去push到哈勃上来 他并不需要有一个额外的学习成本 那么从复杂度 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灵活性 灵活性方面的话 其实因为YSAM打包成OCI程序之后 它就是一个OCI的制品 它可以native的去被哈勃去管理 并且享受到哈勃提供的 提供的OCI制品的那些功能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这种方式 通过YSAM这种方式 它是一个非侵入式的方式 并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YSAM程序它可以是动态的去修改的 就比如说你当前这个版本实现了 有问题 然后你发了一个VR 你发V3 你可以发很多你自己的一个版本 去更新你原来的一个YSAM程序 并且更新之后的话 哈勃是不需要重启的 它是可以去动态load的 那么还一个就是说 用户还可以去组装它的多个YSAM程序 来实现它的这个功能 比如说它可以将一些审计的YSAM 或者是将一些网络处理的一些YSAM 去做一些集成 然后去达到它想达到的一些效果 然后从维护性方面呢 也其实因为YSAM程序 它和哈勃的Codebase是不在一起的 所以后续的这个维护成本会比较低 第二个就是说 一些比如说一些共用的 共享的这些YSAM 其实是可以在社区之内去share的 去减少这个一些额外的开发成本 但是目前呢 刚刚上面所演示的这个YSAM 也仅仅是一个demo的一个阶段 或者实验的一个阶段 如果说后续我们需要去把它 真正去在生产上去使用的话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的 比如说在管理方面 其实我们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这种 管理的这种中心去管理这些YSAM的 一个生命周期的 并且能够说像哈勃的其他功能一样 去提供一种以 以Policy为驱动的一些策略 去将它Apply到 这种满足它Rule 满足它规则的这种 这种制品上去 然后同时也需要去提供这种 这种监控的一个能力 也就是说我的YSAM程序执行之后 我需要查看它的一些执行记录 然后去更好的去捕捉我当前系统里发生的一些问题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在性能方面 因为目前启动这个YSAM Runtime 其实是有成本的 并且在这些Pool Push的这种 有的它可能是对Pool Push的这种场景 是有这种耗时的要求的 那在这个期间去bootstrap一个YSAM的Runtime 其实是会带来一些耳外的耗时 然后如果是一些恶意的YSAM程序 可能它比如说在里面写一个四循环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占用 这个Harvard的CPU以及Memory的一些Resource 那么同时在最后就是在这个安全方面呢 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更好的隔离机制 去跟Harvard的这个核心组件去做一个拆分 也就是说它的YSAM的一些执行 不会影响到我Harvard Core本身的一些运行 不仅仅是CPU跟Memory方面 还有一些像这种安全的一些方面的一些限制吧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儿 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